矫正英文的发音跟手持一直多译 再看 这个字DARE 它念DARE DARE 也就是卷舌一半 也就是舌尖伸到上额 大概中间偏前面一点点 基本上在中间 可是偏前面一点点的地方 DARE 就是舌尖的上半步轻轻碰到 轻轻的不是碰很多 轻轻碰到上额 DARE DARE 那这个R呢很奇怪 这个R不是放在前面 那种RU 它也可以放在后面 子音都可以放在前面 也可以放在后面 但是放在后面像这个L R这些叫做半母音 就它有点R的音 但是它不是DARE DARE DARE 就是好像发到一半 这个时候半母音的时候 R音就很少 R的音就很少 就有点像R 这比较特殊的DARE DARE 就有点R出来 所以叫半母音 它不是全部母音 就是它主要是当主动词 你怎么敢做这些事情啊 敢啊敢不敢啊 你竟敢怎么样啊 DARE 这些意思 可它也可以当真的主动词 就是敢 敢敢 或者挑逗 或者刺激或挑衅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主动词后面还有动词嘛 动词前面不一定有主动词嘛 DARE 也可以当名词 就是勃敢的行为 或者挑战 有人 有人发音挑战 挑战 我们发音 他习惯挑战 跟挑战 好像有道理挑水嘛 挑水动词嘛 挑水 挑水 挑战也是动词嘛 变挑战啊 DATE 这就完全不绝承 DATE DATE 就是比这个 舌尖的部位 放在前面一点 反正舌尖 舌尖 越伸出去就越不绝承嘛 伸出去 一点点 或者不伸出去 就是绝承嘛 如果往后退就大绝承嘛 DATE 所以念到不绝承的时候 舌尖就突出去 念到再绝承一半的时候 说回来一点 念到大绝承的时候 蝴蝶蝶的时候 再说回来 而且 这是前后的关系 还有上下的关系 像大绝承的爱 是比较后 下面一点 DATE 名字叫日齐 日子 或者年代 还有时期 这些都是跟时间有关系 但是后面变成约会 或者约会对象 可以当动词 所以有人问我说 因为为什么 它这个 譬如它是名词的话 为什么不另外用一个字 当动词 有的时候 名词动词是 就是说 它又可以当名词用 也可以当动词用 就说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当初名词的时候 有人就说 这当然以前的 横照一些 有些英国人就说 那它应该有动词吧 而动词另外 有些人说 我们要不要另外造个字 那有人说 不必了吧 就把它当动词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要再花脑筋 再去写动词 那当然 有另外一种情形 就是说 除了同一个字 可以当名词动词 或者名词信用词 这样的情况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有人说 这样不太好吧 一个字不好分 所以有的时候动词 就前面加一言 后面加一言 但是说 为什么不统一规则呢 就全部 同一个字 都可以名词动词 或者 就像很多字 加一个一言 什么别动词 那不一样 因为英国很大 可能这个区域里面 有同一个字吧 那个区域 英格兰 马斯叫U 苏格兰叫U 威尔斯叫U 所以语言 它 也没什么规律 反正就是 因为中文也是 普通话 很多地方嘛 现在二十多省嘛 古代不一定是多少省 那个州啊 福道县这些东西 反正语言就说 你不管单字啊 发音啊 或者是 骗语啊 成语啊 或者一次多一啊 不管 反正语言需要 只要是有一定的 固定的啊 比如走到一个上千人吧 你不能说 二十人用 这没意思啊 走到上千人用吧 而且一定要使用蛮久嘛 像有些流行词啊 词典就不放进去 那是短暂流行啊 然后这个可以当 动词啊 确定年代啊 或者著名日期在什么上面 我说在个纸上啊 在个文件上 著名日期 确定年代嘛 出土文物啊 发出一个古墓啊 那到底是啊 明古啊 还是清朝 还是明朝 还是更早以前啊 要专家 有时候专家 也弄不出来 找不到什么证据 探食室嘛 像一般探食室嘛 当然探食室也只是 大概时间啊 也没那么精准啊 而属于 对 也可以属于这个 就是 这个属于什么样的日期啊 这个用的稍微少一点啊 也可以开始在 某一个时期 从什么开始 那用在这个意思场上 后面加一个BSK Datly Bank 也可以当约会啊 还有一个当过时啊 甚至有人就 把这个Data 当作形容词来用啊 所以 形容词有两种情况 大部分当一个 形容词后面跟名词啊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名词加名词 明明啊 名词加名词 前面的名词还是名词 可是意思上就当形容词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办法发明那么多形容词嘛 对 就是 名词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创造英文字啊 你说英文字我们怎么创造 外国人就常常创造啊 你看很多啊 什么小说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小说啊 就创造一些字嘛 你看那个 Google嘛 Google最有名啊 就本来没有Google这个字啊 就是 发明人他用错啊 应该用Google Google Google就护目镜嘛 你看那个Google 两只眼睛盯着你就搜寻嘛 结果发明人 发明人他不一定有学问啊 拼错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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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他就用这个字 人家说你这写错字 哎呦哎呦 他也没发现 哦 写错字 后来大家想说 哎呦 这也是一个特色哦 这个字是没有啊 可是你就是拼错字啊 哎呦 我们就当我们商标 商标以后又变成英文 就拿进去这个字了 就是 他不是故意写错 他就学问不够拼错 拼错 拼错一架乱生 有人就说 他就是故意创这个字啊 没那么 没那么有学问啊 就是写错字啊 一架乱生 所以如果说你啊 我啊 如果有办法写英文小说啊 或写个英文很有名的什么东西 或是智创公司啊 智创一个英文小说也可以啊 你智创明明的话 就不承认嘛 你智创以后有名的啊 这个有一定人接受 就可以变个新字嘛 等于就是明日啊 一天 或者日啊 日嘛 是白天嘛 本来是全天嘛 后来也可以变成光是白天嘛 光是白天嘛 白天有很多 就是天当亮的时候 哎呦 又变黎明 那就开始啊 看起白天了 那可以 这个大家工作嘛 工作基本上白天为主嘛 然后又工作日啊 又隐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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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变竞赛了 这里用的少了一点 又变生涯 算是有一天啊 又把它扩造成生涯 又把它扩成节日啊 又把它分成学生时期啊 像这些后面都是隐身出来 不捡成Date Date 就捡成一半啊 这个字就讨厌一点 看起来很简单 满Date 我明白死掉了嘛 形容词嘛 得嘛 可它也可以是扶持你 这个我们就只能念一遍啊 你说呢 为什么不弄一些力举啊 表演一下啊 这力举啊 有 就看我这个另外的频道 有个叫基本端视频啊 里面大部分啊 都有照剧啊 那这边我什么不照剧啊 那是太长了 那也讲不完啊 就我20个频道都分门别累啊 人家说你无聊搞那么多频道很累啊 发生病病 没有发生病 那是你英文程度不够啊 那是你不了解 英文分的那么细啊 就像你说到大学啊 你就闻了一个戏嘛 李的一个戏嘛 公的一个戏嘛 李公嘛 这个 一的一个戏嘛 商的一个戏嘛 五六个戏 七八七解决嘛 它要分类嘛 所以我这个基本上 我的频道不那么细 也基本上这个道理啊 我这只能念一遍啊 形容词叫 死掉的 枯萎的 已经作废的 已经没有再用的 完全的 麻木的 求反抗不起来的 声音很沉闷的 颜色黯淡的 不发挥作用的 很累的 无疑的 念一遍都很累啊 这叫英文程度啊 意思不是说你要全部记 不可能老外也没那么厉害 但是有些老外厉害 什么厉害 文字工作者 他中文也是厉害 写剧本的 他是对文字很敏感 他知道的意思要多 新闻记者 中文习教授 这些 靠文字吃饭的 这些 所以我的频道是教大家 英文程度啊 不是在教你 只是把英文学会啊 所以有点取高和寡 父子可以突然地 完全地 绝对地 极为地 实践地 你看这些意思 光是一个第二个 就可以写一本书啊 或什么 这几个句子照完 你可以写啊 他为什么 为什么第一个 他 除了他有很多意思执行完 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那这些不同意思是什么时候发明 都可以写一个字嘛 都可以写一本书啊 如果真的有那么无聊 有那么多时间 有这种操强的使命感的话 名字叫死者 当然通常 他会前面加个DH 就DED 我最爱记得时候啊 DED 全身全一般 聋子听不到了 不愿意听 像这种字就简单嘛 他本来是聋子嘛 听不到 他听不到 又后来隐身了 不是也听不到 不愿意听 像我妈就是这种情况 年纪大八几岁啊 耳朵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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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正常嘛 可是有的时候啊 你讲他哪里不好 他马上听到 我听到你讲我不好 有的时候 他不想听 他说我听不到 年纪大 有时候他想听 你讲他名字 他讲娘啊 妈啊怎么样 哎呀哎呀 你马上听到你 好唠叨 你看 你怎么会话 有时候关键词 他就听得很清楚 DED 就是死亡 就是一个词性 DED 全身全一半 跟DED一样 就是死亡 或死亡的原因 或是毁灭 或是结束 也就是死神 死神的时候 通常大型比较多 表示一个专业名词 DED 逼不发音DED 就是借债 或借款 又已生出来 变成情义 我欠你的人情 有时候我欠你钱 要还 有时候欠你钱 又还不出来 那就尴尬了 不是不想还 没钱了 情义 甚至也当成罪 DED DED 也是捲蛇 就是名字 穿着甲板 坐在上面 也可以当公车的底板 一层一层 公车像伦敦 有双层公车 也可以当第二个 一副扑克牌 可以当唱牌 传统的那种唱牌 那一般人不知道 是他也可以当动词 铺上甲板 这跟甲板有关系 那铺上甲板有点装饰的感觉 隐身出来装饰或打扮 Decorate 也是捲蛇捲一半 Decorate 装饰 室内装潢 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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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做一些隐身 隐身 隐身可以用出来 老外说没有 字典上没有这个意思 她说是字典没写出来 他说 你看我上下文 就这个意思 程度好 老外说 这英文真的是不同的反响 它可以创造 可以隐身 这叫英文程度 所以我们的英文 你很难去比美国人讲得更快 讲得更标准 很难 因为它天天用嘛 从小到大嘛 你每个时间除非是ABC嘛 ABC跟他们也稍微有一点点差距嘛 这些比不过 很难 但是我们可以程度比它好 我们可以让它尊敬 下道大 就这个嘛 就这些嘛 我讲的东西都是嘛 所以我有很多这个 英文教学频道 你教老外来 老外没办 所以我认识一个老外 六七岁 所以他说 英文程度不好 为什么 他是美国 讲的英文很好 他说英文程度不好 为什么 他在年轻的时候 你也说 英文常常考的分数不好 就这种程度嘛 也可以让他们布置 受寻伤 像这个Delicate 也是全社前一半 当然有人念Delicate 也有 后面就比较无所谓 因为发音 不同的美国 不同的英国 发音都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也没有说 绝对的标准的发音 没有 天理下没这回事 但是 当然有 大家 最大公约数 大家比较接受的 所以 第一个英杰的字 大家会比较矫正 有时候 后面的 后面的发音 后面的发音 有时候就洗衣服就过去 像 Delecate 有人念 Delecate 有人念 Delecate 像什么都没关系 就前面比较重要 Delecate 因为后面要念轻一点 念快一点 形容词就一般叫Delecate 很清楚 那它意思不是 我们的脸也很脆的 容易破碎的 娇贵的 精美的 微妙的 棘手的 鲜美的 灵敏的 歇细的 柔软的 你看很多意思 所以 我讲一个比较突出 比较穿越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们说 我们认识某一个英文单词 其实 你得认识十几个单词 这听不懂 一个单词 一个单词 因为一个单词 比如说它有十个意思 它就是得十个不同的字 只是 就像一个人 精神分裂症 它有五种人格 你平常看到这种人格 回家上班是 人家看到是一面 回家是一面 偷小生是一面 奉公说法是一面 贪污腐败是一面 生气是一面 就很多面 长在同一个人里面 一个同一个灵魂 但是多重人格 那它到底算几个 外表看一个人 它有很多词级 太太看的是 大箱子摸像 太太最了解 然后公司 同时知道一点 朋友知道多一点 所以也就是说 精确的来讲 这是我的讲法 外国人当然 很少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外国人当然一定有一些 就是说 你比如认识五千个单子 其实 英文程度不好 就是知道五千个单子 五千个意思 那像我 假设 我认识三万多个单子 那如果我认识五千个单子 我可能认识两万五千个单子 意思就是说 我认识五千个英文单子 可是我知道两万五千个意思 所以我头快已经爆掉了 我太认识 反正超过三万了 如果说义识的话 那大概有超过十万以上 这头就爆掉了 名词 就是精细的知误 Demonstrate 这是据义版Demonstrate 就是动词 证明 这就是动词 证明 或者示威 它大概这两个范围 证明和示威 这两个主族 证明 或有实力说明 示威 也可以到示范Demo 它可以解写Demo Demo 或者是Demo 示范显示Dance 角色局一般Dance 一般我们说很厚的 或很浓密 一般是这样的 它只能来选择Dance 密集的 或者烟雾 很浓密的 浓厚的 你看树林 树林很密的 你说密集也可以 还是冒密也可以 用自中文来讲 就是我们意思要放宽一点 心放宽一点 你不能说 只是密集的 你说冒密也可以 或者愚蠢的 这个Dance 愚蠢的 也可以 但是用的少一点 所以 一字多一 它一定有写 譬如说有五个意思 一定有第一个 所以字典 你看字典 为什么写夜三十五 一 就写最前面 最上面就是 用的最多 五 它有这个意思 有人有 它用的最少 所以我们计单字 意思多一 你也不肯全部记住 你是看夜三十五 你觉得先背一二三 或者一二 或者至少你要背个一 那相互我就没办法 相互就全部都要起 Dance 又是卷一半 就名字 深度 厚度 色泽的浓度 或者低沉 声音 色泽 物体 或者水 或者柜子 这些 深度厚度 色泽浓度 声音低沉 又以神知识 深 雪海无涯 这个很深 感情深厚 深渊 或最强烈的部分 最深的部分 所以这个英文的 这个单字的学问最大 当然 一般人就 你也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了 我这只是展示出来 这还没有全部展示出来 我这边只说 一般用得到的 后面还有 用的更少 还有 那就全部列出来 也太矫情了 太累了 然后Deprity Deprity你看西部片吗 这个副警长吗 他有个副 副警长 副的 有个代理 名字 Deprity 副手吗 副职吗 也可以代理人吗 代表人吗 另外一个特殊 就是法国的众议 揍你不及 没有关系 他也可以当 形容词 代理的 或者副的 像这个 就很特殊 一般是 desert 沙漠 黄野 但是 也不知道怎么搞 沙漠荒野 这个 了解 也可以当 惩罚 是不是有些 说 把你放在沙漠里 把你丢在那边 过一段时间 再理你 当着惩罚 种子的 逻辑上这样推 但是不是这样过来 也搞不清楚 又隐身沙漠 但是比较特殊 当动词 开小拆 开小拆的时候 就不念desert 就有点像 那个点心 可点心多一个 DES 它多了一个S 开小拆 善理之手 跑起 所以有时候 一个英文只有两个 发音 一般大概两个发音 就差不多了 三个发音也有 太少了 那有的时候 两个字 不同的字 可是它发音一样 有种情况 DES 这是常见的 越常见的单字 越常用的 发音要越清楚 那时候有时候 那个字很难 可是它只有一个意思 也少用 所以越常用字 也要准 像DESK 非常常用 就一定要念成DESK 九十九一半 你不要念到不觉成DESK 那就不对 你要戴成DESK 也不对 所以这种字要多练习 迷着书桌 办公桌 协置台 柜台 服务台 反正都是这张桌子 兵器铺 也可以当乐谱匠 这意思也很多 也可以当形容词 但是它不能当动词 书桌的 办公桌的 桌子上用到台式的 有隐身书 就是做办公桌的 或者说我们讲内勤 有外勤内勤 内勤 然后DESK 我们讲DESK 就是 桌子的工作 就做雷琴 意思是做办公桌的 Devil 就是一半Devil Devil 撒旦 通常大喜 也可以当魔鬼 恶魔 也可以当恶魔魔 魔鬼 找不到 这是小说中 传说中 恶鬼就是人 坏得不得了 或者 金利万神 金利万神 当然也可能好人 也可能坏人 像恶魔般 不像人 一个家伙 无所顾忌 后来隐身 究竟怎么样 猜怪 难死 很复杂 反正记住前面就好 我这一字展示出来 后面记不住 无所谓 记忆力好的人 或自我要求高的人 就是记住 反正就是说 该记就记 记不住了 至少你有个印象 就可以了 Devil 也可以当动词 一般人不知道 可以当折磨 魔鬼 撒旦折磨你 困扰你 还有比较特殊 用香辣的 调味料的烧烤 所以这种字 用出来 会把老外吓死 他第一时间 可能说你用错词 结果他回去查查资料 或者去问人家 人家说 有这个用法 那老外就对你肃然起敬 就算你讲得没他快 没他标准 他也对你肃然起敬 因为讲得快 讲得 讲得标准 在英文里面 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你看嘛 有很多美国啊 教授啊 他搞不好是外国移民啊 政治家 他搞不好发音没那么准 或者年纪大 或者他还顺重 讲得没那么快 一般外国人就要准准 因为你定位高嘛 你有学问嘛 可是你 你不喜欢讲快嘛 或者你的发音 你是有移民的关系 没那么准 那不重要 重点是你要尘度嘛 尘度啊 DRIV这个是超复杂的 DRIV 大缺词 DRIV DRIV 我命车只能念一遍啊 这个没办法 dolls细架 真的复杂不了 草稻 草图 草图 毁标 会管单 真兵 被真兵辱的人 通风 气流 通风装置 要选一次的服用量 選秀制度像NBA 選秀制度 要徵兆 選秀制度 要托役 算是吃水深度 太麻煩了 而且沒辦法講 一直都不一樣 超高草頭是一類 可是跟匯票匯外的又是另外一類 真兵又是另外一類 通風氣流 通風裝飾又是另外一類 這些都太複雜 動詞就是起草 設計 選派 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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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詞稍微簡單一點 Drag Drag 反正是拖拉 基本上拖拉 但是以身速度感也是Drag 大選手 動詞叫拖拉 拖著腳前進 用拖把打撈 曼陀倫前進 第一個就是拖拉 第二個就是慢慢的 名字叫拖伊拉 緩慢 費力前進 主力 摩擦力 應該這個比較特殊 摩擦力 主力 累贅 Dragon 東方的Dragon 跟西方的Dragon 不一樣 其他會噴火 反正都是虛擬中的Dragon 大選手 龍 反正是龍 他都有那種飛蜥 像蜥有一點會短暫的飛行 這記不住也無所謂 反正是龍 龍有時候很凶猛 還凶猛的人 後來引申了嚴格的女建築人 所以像這種 就記住龍一樣記住 如果你記憶力還可以記一個龍 比喻成凶猛的人 那至於後面兩個 就不要去記了 也記不住 這樣記憶特別好的人 或是自我要求比較高的人 再去用 那你說這兩個 後面這個 嚴格的女建護人 飛蜥啊 什麼時候要 幹嘛在寫小書啊 或是文字工作者 寫文章的時候 他需要用到的時候 他有這個字 那這個你看不懂 但是我們再有一個印象 那碰到人家外國人 寫文章的時候 如果指的寫 顯然不是龍 也不凶猛的 你就想 哎呦好像有印象 好像是什麼 什麼女建護人啊 好像是什麼 動物飛蜥之類 你不一定記得那麼清楚 你至少可以猜一下 那外國人說 他英文之間 不可能都記住啊 他有這種觀念嘛 他可以猜 哦這個字好像不這個意思 好像有印象啊 他可以猜一下嘛 Dread 全社群人一半 Dread 動詞又說 懼怕擔心啊 名字也差不多啦 委屈擔心 或者可怕的人事物 多一個人事物啊 他還可以當形容詞 讓人害怕的 嚴重的 重要的 App 我們有轉潮嘛 有退潮嘛 有退潮嘛 像退潮就是 App 卷射卷一半 App EBB 這兩個逼兒子 發一個 這本年輕年App就可以 不要像日本年 Ebu Ebu 那就完蛋了 App 名字是落潮退潮 一個醫生衰退啊 動詞也差不多啊 退潮衰退啊 Ebony 也是卷一半 Ebony 它本來是黑檀木 黑檀木我們也很少用 可是英文外國 這個外國 這個外國常用 黑人啊 那 Ebony 這邊名字沒有寫出來 你講黑人啊 這顏色 通常講非洲裔的啊 比較多啊 Ebony 黑人 皮膚很黑的啊 或者你講東南亞 皮膚特別也可以啦 反正皮膚很黑的 一般講 美國黑人比較多啦 其實是烏黑的 黑檀木製造的 也可以當黑人的啊 所以在美國 大門都講黑人啊 非裔黑人啊 Eco 就是絕伴Eco 台灣有一個 女的女的音啊 現在很少唱 去當中醫生啊 也叫Eco Eco Eco 聲音很好聽 可是沒辦法 為什麼 碰到蔡琴 蔡琴出來叫美琪唱 Eco 捲一半 名字叫回聲啊 回響 或者輿論的反應啊 共鳴 動詞發出回聲啊 重複他人講的話或行動 Edge 捲一半 Edge 一般就是名詞啊 邊緣啊 刀口啊 油詩啊 言詞很尖銳這些啊 那動詞就是 讓刀子的鋒利啊 它因為有邊邊的椅子嘛 加上邊相邊啊 Edge 另外它有移動的意思啊 慢慢的移動 測著移動 這個英文你們常用啊 Educate Educate 教育啊 它動詞 Educate 教育啊 它這個動詞 為什麼 因為它名字用嘛 Education 加IOM 去掉E加IOM 那形容是Educational 所以動詞啊 所以我們要進單字要一起背叫單字家族 動詞是Educate 名字Education 形容詞是Education Educational 副詞Educational 叫做一層套 英文 名 動 形負四個最多 配套嘛 名字動詞 形容詞負詞 這是一套 那當然其他詞情就是 再加上去就跟這些沒有關係啦 解析詞啦 解析詞啦 感嘆詞啦 聽慣詞啦 聽慣詞啦 連接詞啦 這些東西啊 就是教育培養訓練 這個意思啊 Effort 也覺得明白 Effort 因為說為什麼這些音標沒有框起來 因為這邊已經 我用顏色嘛 那些框就拿掉了 不要占位是吧 Effort 這個KK音標 不是萬國音標啊 或國際音標啊 因為那些有音式發音在裡面 這邊的純美是叫K音標 因為兩個美國人發明嘛 他的信都是K開頭嘛 在KK音標 Effort就是明字努力啊 我努力成果我成就 Egg 像這種字就不要給他錯 因為 經常用嘛 極彈經常用嘛 就極彈 但是 雖然一般 最常用雞彈 你說鴨彈 鵝彈 鵝彈 鳥彈 反正稀里糊 都可以當彈 它主要是講雞彈 也可以當暖 這個魚裡面 這個 河裡面 水裡面 海裡面的 魚的暖 也可以當Agg 當 魚的暖 我們常常用Spawn S-P-A-W S-P-A-W 常常用那個字 Spawn 那個才是專用字 對X 一般就是簡化的 所以也是 碰到一個老外 然後跟他 我就Spawn這個字 老外說 你用錯字 你們不是不錯嗎 怎麼用的字 我說為什麼 證明我用錯 他說因為 我們都不知道 站上 我們吃一桌飯 老外七八個 就是研究生 還有他們的老師 還有教會的人 沒人認識 我說沒關係 你下去 有空去查一查 就隔天 隔天 每一個人 太厲害了吧 我說這個Spawn 也不是太難 可是他們就很少用 他們去查字 我真的有這個字 這個字 英文程度太厲害了 所以有些老外說 我程度比較好 他們不會講 我講的比較快 講的比較標準 不會 因為太矯情了 他說你發音不錯 你講的也蠻順的 當然我們沒有的環境 一開始講的也結結巴巴 可是 有程度在嗎 越講就越快 所以剛開始 老外說你程度很好 講的也發音也不錯 一開始講的好像卡卡的 可是後來 我越講越順 我說你為什麼 突然之間變得很流利 因為程度在 那個 講順了以後 就琵琶琶琶琶 也可以當傢伙 這個少用一點 也可以用動詞 用蛋黃來調斑 或者丟雞蛋 這動詞一般不知道 eat eat 就完全不覺得是eat 你指八 或八個 八個人 形容是八個 八個人 elbow 這個絕對絕對 elbow 就手肘 要隱身衣服的肘部 或肘抓舞也可以 或者路和河的一個彎曲 像手肘彎的 不當扶手 正此這個常用肘 用手肘去推 人多的時候 有人說 一擊 用手肘去推人 推起前進 當然手肘不能太快 當然我們盡量不要這樣子 這樣子會有點不禮貌 當然有人沒辦法急 就推 你推的話 被推人還是不舒服 要回來等你一夜 所以盡量還是不要 你就說excuse me 就可以了 用假的 假的 沒笑再說 有人就不是 手肘去推 或者手肘去推你 elder 一半 就是 形容詞 年齡比較大 可以當從前的 資深的 地位高的 名詞就是年齡比較大的人 或長者 前輩 出現元老 這些意思 Elegant 這邊幾個都是卷一半 Elegant 形容詞 雅致的 典雅的 漂亮的 講究的 精致的 一流的 這些意思 Element 一般我們講成分 它本來是化學元素的意思 本來應該最好是 一個藥素的意思 後來有化學元素 好像變化學元素 可以當自然力 這個外國人常用 就是自然力 或自然環境原理 我們最後再把它唸一遍 熟悉一下 其他中文意思不管了 Dare Dar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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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e Date Date Darth Deth 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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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c deg 所以这边后面的词音还算出来 全部都是deg 人家都一样 一定要加个s 词 特 克 还算出来一点,不然人家分不出来 decorate decorate delegate delegate delicate 也可以念delegate delegate 都有人念 demonstrate 像这种后面不觉设 就要很确定 所以这种就不好念 前面卷一半 后面不觉设 单位看到一些英文字,三个都有,还有大卷 一个字,一个单字里面三个都有 那就很累 demonstrate dance dance 像这个卷舌卷一半 也要年轻 不然的话,你卷舌过度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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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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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 Ebony Ebony Echo Edge Edge Educate Educate Efford Egg Egg Eat Ebble Ebble Eller Eller Elegant Element Element 最後我們做個小實驗 有些人發音都不確實 我們就試驗整個一次 假設 我們就故意全部都念不確實 你看 你看看它差別在哪 我再念一次全部不確實 Dare Date Dade Dave Date Date Decorate Delicate Demonstrate Dance Dave Deputy Daser Disc Dable Dave Draig Dragon Dade Abe Ebony Eco Age Educate Efford Eig Dade E perceber situations Ear Dank Element 这样子因为程度不好觉得没什么差 程度好或者老板就觉得哇那差很多 最后欢迎小蕾来订阅董内亚 订阅我的若干友调频道 欢迎留言观看我的教学网站 这一集就到这里